支持国产 支持华为 网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 9月25号在浙江省杭州西湖苹果旗舰店门外 一名男子手拿着空音器不断高喊支持国产 支持华为 苹果店外人潮涌动 根本无人理睬 男子的呼喊 也没有人因此而停下脚步 不同角度拍摄的视频当中 也有网友晒出当天苹果店内的情形 可见在店内上百平的空间被果粉们挤满 到处都是抢购苹果手机的消费者 视频在网络上热传 引发网友的热议 很多人谴责这样的行为 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道德绑架 还有人说任正非自己都用苹果 这很说明问题啊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 瑞丽综合报道